诸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来讨论华严经200问第79个问题 何等为菩萨摩赫萨发无量无边广大心 到了第五 菩萨摩赫萨这十种发广大心 有观察一切菩萨广大行 正念三世一切诸佛 乃至于观不思议诸业果报 沿尽一切菩萨 便入一切诸佛大会 观察一切如来妙音 而发无量无边广大心 我们知道 我自己繁复的心 是小心小量 常常是很小气 这个小气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用的是自己的 世界的事情 我们就会犹如遗管灰天 你看不到全貌 就会以天盖全 所以当我们要学习佛法 要从这个小我 要突破 要扩大 我们就不能坚持己见 要先把这个我放下 你就会发现 原来这个世界 它不只是只有我自己看到的这一套 那怎么样来建立 来学习这样子的广大的心呢 所以这个地方 第五叫做观察 一切菩萨广大行 佛法是一种观察的智慧 佛陀在三千年前 菩提树下 陈正觉 他讲了 奇灾奇灾 一切众生 皆有如来 智慧德相 只因妄想执着 而不能证德 这个结论 跟这一种发现呢 它是怎么来的 它是观察 所有世间变化的因跟果 所以佛陀在菩提树下呢 这上半夜 是悟到了四地的因缘 因缘果报的关系 中半夜 夜赌明星 能够开悟 能够明白生命流转的真实之力 那这个十二因缘的环环相扣 其实他在讲的 在这里面呢 其实没有一个我在轮回 但是我们却以为 有一个我在受苦 有一个我在无名 随着爱 取 有 生 老死 我们就开始 以为自己在这里面 有一个受着 所以其实呢 真正的观察 那到最后 要有一个彻底的观 彻底的观 就是你要再进一步 不要把法当为实有 你才去观察 法也是一种生命 聚散的现象 那到最后呢 下半夜 佛陀就夜赌明星 今天是农历的十二月八号 就是佛陀成道日 各位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吃蜡巴粥 但是我们除了吃蜡巴粥之外 身为佛弟子 我们还要来了解 佛陀他当时 是怎么成佛的 因为我们学的佛 就是要成佛 就是要跟佛陀 有一样的结果 这样子才不枉费 我们学习佛法 那佛陀怎么样能够 得出一个结论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皆可以成佛呢 那也因为这样子的观念 所以有了所有的 后续的佛法 佛陀在弘扬佛法的 所有的努力 所有的发心 都聚焦在 要唤起所有众生 发现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没有意识到 你自己也可以成佛 你不会请进你的生命 来学习佛法 如果你没有发现 你自己可以成佛 你在面对所有生活的不如意 遇到修行的障碍 你很容易会放弃 因为你不知道 你是可以成佛 也许下一步 你就要成功了 可是行实理者 行白理者 但久时 我们常常会半土而废 或者是觉得自己成道 遥遥无期 那一个成佛的自己 不会是我 所以你就会产生 妄自菲薄的心情 因此我们来看到 佛陀的教法的时候 要回到佛陀当时 阅读明星的那一个 非常重要的发现 这个发现 他说的是真理 而不是一个推论 因为他观察所有世间的 不管是从四地的 一个因缘关系 或者是十二因缘 环环相扣的生死流转 就发现 原来这所有的轮回 是一场误会 如果我们能够了解 这一些恩怨情仇 不足以浪费我们的生命 我们应该要去看 那到底佛陀 要我们发现什么 所以到下半夜 阅读明星的时候 我们来看看天上的星 三千年前 佛陀看到了天上的星 他回到了能看之星 谁在看 所有天下的苍生 都在仰望星空 可是有的人 他变成天文学家 有的人他看星星 是谈情说爱 有的人在看星星的过程 思念了他的家人 那佛陀在菩提树下 他看到了星星 他发现原来所有的众生 皆有佛性 这真是一件非常殊胜的一件事情 那有了这样子的发现之后呢 那接下来 所有的开示 所有的佛法 都是在教我们 如何让大众 来发现这件事 所以观察一切菩萨广大行 菩萨的所有的修行啊 那其实就是要 自己知道自己会成佛 那只要呢 自己在所有的行为当中 有那么的一个不肯定 你在所有的不失 持戒忍辱 精进 禅定 般若 这些六波罗蜜的修行 不会圆满 所以我们真正的 要到波罗蜜啊 要圆满啊 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知道 你一定是以佛的观念 来行所有的事 那这个叫做自立啊 那再来呢 我们还要让所有的众生 大众都发现这件事 不是只有自己可以成佛 而且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佛 因为众生不了解自己可以成佛 他才会做出这种错误的行为 到最后呢 两败俱伤 我们在世间看到的是众生的悲哀 因为他不知道这些不值得追求 所以他才会产生对立跟冲突 不管是男女老幼 不管是家族内的纠纷 为了财产 为了名分 为了尊严 为了地位 在社会上 乃至于国跟国之间 或者是我们在这个世界 所有的努力 只要会产生冲突 你去观察 你会发现 因为这个动机都是来自于私我 只要来自于私我 你没有办法 发现所有的人都能够成佛 都有这一个决心 我们后续的行为 就会产生痛苦跟烦恼 但是如果你观察的彻底 你自己不管再遇到任何境界 你永远都是要站在佛的这一边 永远都是要肯定 一切众生皆能成佛 你所有的努力呢 就是在想尽办法 可不可以启发对方的这个善根 可不可以让他发现 自己也是可以成佛 可不可以让他浪子回头 所以当佛陀能够教导 我们这么多的法门的时候 身为佛弟子 我们是离佛最近的这一个人 佛陀在三千年前成佛了 那我们呢 我们有没有跟随佛陀的脚步 就在期待自己下一个就是自己 或者是你想 反正下一个顺序已经排好了 就是弥勒菩萨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难道弥勒菩萨成佛之后 那下一个才会轮到你吗 成佛不是轮流的 所以在《华严经》里面呢 就讲到啊 所有的佛是一起成佛的 所有的众生是一起发心 一起发心的过程 只要大家一起肯定这件事 我们是一起成佛 但是我们不了解的时候呢 你就会觉得 哎呀 这个弥勒菩萨比较厉害 他应该是他了 那我想想看 为什么弥勒菩萨 他要说 他是当来下身 因为弥勒菩萨代表的 就是跟佛陀同时发心 一起发心 我们是同学 可是呢 佛陀很精进 所以他提早毕业 提早成佛 那如果呢 他叫做提早 表示呢 佛陀的这一班 应该是一起成佛 只是因为释迦牟尼佛 特别的精进 特别的努力 所以他提早毕业了 那弥勒菩萨是正常的 正常毕业 所以弥勒菩萨代表的是 大部分的人 如果我们能够跟上佛陀的脚步 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 那我们会跟弥勒菩萨一起成佛 所以叫做龙华会上愿相逢 但是龙华会是什么会呢 是什么时候呢 那就要看 我们是不是真的懂佛法呢 如果我们懂得佛法 我们就会跟着弥勒菩萨一起成佛 而不是只有推一个菩萨在成佛 只要你发跟菩萨一样的心 修菩萨一样的心 你就是那一个弥勒菩萨 因为他是千百亿化身 他没有名额限制 所以观察一切菩萨广大行 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 要正面三世一切诸佛 因为佛陀成到了 我们还在轮回 是不是对不起自己 所以我们要阅读明心 我们也要能够明白 能开悟能看的这一念心 他就是成佛的根本 你有我也有 大家都有 当我们现在在世界各地 共同在学习佛法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我们在这个世界 已经开始在散播佛陀的教法 我们在自己的成佛之路 也开始在越来越接近 成佛这件事情 什么叫做成佛 当你能够跟佛有一样的发现 原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原来所有的众生都可以成佛 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在帮助大众 来自于帮助自己成佛 而不是因为师父叫我 所以我就只好来用功 因为什么什么原因 因为我的家人鼓励我 都不是 其实你是自己的善根福德 让你真正的发心 这样子的发心 叫做发无量无边广大心 也希望大众在这个时间 我们继续精进 而且你要知道 我们虽然在这个时段当中 自己在用功 可是跟不用功 不知道这件事情的人口比例来讲 实在是为乎其为 所以身为佛弟子 我们要在佛陀成道日的时候 再发一个广大的愿 我希望所有的众生都有这个机会 发现原来人人皆是佛 人人皆可成佛这件事情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心就跟佛陀是一样的 没有差别的 今天的开示致此功德圆满 阿弥陀佛 我